面骨厚重啊 脸型是方中带圆 处事能进能退啊 进退自如啊 这个额侧面的将军骨起啊 古代讲是王侯将相的名啊 额头宽阔的人呢 一般到了年纪啊 会有一些横文啊 那么宽额之人呢 颇具五人气质啊 形式果决自信 体质家精力充沛啊 于这个男主呢 印堂有两根玄真文啊 两根玄真文呢 又称为双雀文啊 是善文的一种啊 代表头脑发达 世界性很强啊 不过性情耿直 宁舌不弯啊 容易得罪小人 没眼来看的话 成家立业的阶段 还是吃过了不少苦啊 但是进入鼻孕之后呢 开始起孕了 鼻高龙宽厚 非常有气势 有一点这个狮鼻的感觉啊 狮子鼻啊 那么中年财云望 是一望啊 法令文的像胡须一样啊 挂在鼻的两旁啊 这个颇具威严 气场十足啊 适合领导团队 人中非常深长啊 紫丝丰隆 虎口狮鼻 口服好啊 体质家是难得的 掌肠指肠是偏水行手啊 水人温柔敏感 爱好文艺啊 实质迅宫彩位呢 还是有些杂文干扰啊 正才本质难稳定啊 事业线呢 也是端端续续 可以看出这一点 那么纹路来看呢 是典型的穿长 但是呢 这个脑线和生命线呢 似乎还有些纠缠啊 分得不彻底啊 说明自己迹象啊 脱离原生家庭独立 又对父母心怀感恩呢 时常是反哺父母 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人呢 懂得感恩的人呢 问题是出现在这个感情线啊 感情线呢 自从出现一个大导文之后呢 又不断的 时不时的会出现 很多向下的这个支线啊 说明啊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紧绳啊 导文是代表犯情绳啊 下垂的支线呢 说明是对亲密关系 也抱有一些悲观的态度啊 不过真命天子还是有的 结婚线有两条啊 靠近小指下方的 这个才是这个正远呢 说明正远来的会比较晚 偏晚婚的格局 下垂的会比较大